我是落跑 其實他們不了解 里長特地站台相挺 但脫口說出的落跑兩個字 讓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王宏威 笑容瞬間張調 律師呂秋元還改編經典歌曲 小薇的歌詞 大酸他 拋棄選民 呂秋元歌詞寫下 你可知選民多愛你 選完議員飛到立院去 哀批落跑議員王宏威一貫回應 相信選民能理解 但兩年前上央視節目 這段話再被翻出 對美國人非常幸運的是 她碰到一個前所未有 對美國人非常唯命是從的 一個領導人 就是蔡英文 連中華民國的總統都不敢講 只敢講說是領導人 你只是中共的鸚鵡 那你未來到的立法院 是不是也會受中共的指揮 總統說不出口 只敢以領導人帶過 央視字幕加碼改成 台灣地區領導人 學者范世平痛批 王宏威不是藍的 是新黨的 對手吳英農也要求 必須向社會交代 王宏威立直氣壯 那麼很多的國際媒體 都說我們的蔡總統 是台灣的領導人 在吳英農的臉書裡面 講到說黃成國是民進黨的 黨的領導人之一 那麼請問一下 如果蔡英文不是領導人 難道黃成國是領導人嗎 面對質疑王宏威再扯黃成國 試圖轉移焦點 但上央視節目不敢稱總統 也不免讓人質疑 選上立委後會不會再度矮化國格 三立新聞 葛子岡樂部君 S1小組 台報道